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新的一年我们期待有最美好的祝福 愿上帝祝福你们 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养的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就是能认识主耶稣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就是能信靠主耶稣 走在高山深谷 祂会帮我通行 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 在无数的黑夜里 我用星星划出你 祢的恩典如真心 让我真实地见到祢 在我的歌声里 我用音符赞美祢 祢的美好是我今生颂养的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就是能认识主耶稣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就是能信靠主耶稣 走在高山深谷 祢的美好 etti 他会帮我通行 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 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 你在阳酒ускuri 我用星星划出你 祢的恩典如真心 让鼓子成心 让我真实地见到祢 man m π教 desta 在我的歌声里 在我的歌声里 我用灵符赞美你 你的美好 是我今生从养力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就是那人是主耶稣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就是那心靠住耶稣 走在高山圣谷 祂会把我同行 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就是那人是主耶稣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就是那心靠住耶稣 走在高山圣谷 祂会把我同行 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就是那人是主耶稣 就是那人是主耶稣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就是那人是主耶稣 走在高山圣谷 走在高山圣谷 祂会把我同行 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 走在高山圣谷 走在高山圣谷 祂会把我同行 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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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主 无论我们走在高山圣谷 无论我们过去这一年如何 神啊 我又侍奉祢 信靠祢 敬拜祢 是我们一生最美的祝福 主我们把一生 完全交在神的手里 因为我们知道 祢是爱我们的主 祢是信使的主 祢必用祢的慈爱 呵护我们 让我们走在这一条 人生的道路时候 我们是充满着盼望 我们知道神 祢引领我们 因为祢用的爱 充满我们 我们为此先让感恩 我知道 师父是我们这一生 最美的祝福 奉耶稣去祢祢祷告 阿们 新的一年 新的开始 在今天当你分别与主亲近 就像刚刚的诗歌 一生中最美的祝福 真的是认识主耶稣 你明白这个认识 不只是知道 耶稣 知道一位爱我的耶稣 而是与这位耶稣 同步共行 就在这一年里 这位爱我们的耶稣 向我们有新意 亲爱的弟兄姐妹 新的一年 我不知道你许下 什么样的愿望 有什么样的计划 在你的前面 而这些愿望的达成 计划的达成 实现 又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呢 对很多在股市 投资的朋友来说 善于避开风险的人 他们可能不愿意抱着 股票过年 另外一种 善于和风险为伍的人 则是勇敢地 拥抱股票过年 其实不管是避开风险 或者是控制风险 大家都很希望知道 新的一年 哪一只股票会涨 哪一只股票会跌 作为一个基督徒 我们面对这世界 想要参透的玄机 神给我们一个 不一样的眼光 这个不一样的眼光 是在开示以前 就让我们明白 这个奥秘 是有一个关键的答案 这并不是内线交易 让你知道说 哪一只股票会涨 哪一只股票会跌 而是它给我们 一个全新的眼光 重新定义你所不明白的 以及那个背后 所隐藏的祝福 到底是什么 好不好 今天我们要一起思想 一个奥秘 一个必然使我们 蒙福的奥秘 这个奥秘 记载在今天的经文 在以福所书 我们要看以福所书 第三章的第一节开始 我先来读第一段的经文 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六节 因此我保罗 为你们外邦人 做了基督耶稣被求的 替你们祈祷 量避你们曾听见 神赐恩给我 将关切你们的职份 托付我 用启示 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 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 你们念了就能晓得 我深知基督的奥秘 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 没有叫人知道 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 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 这奥秘就是外邦人 在基督耶稣里 借着福音 得以同为后世 同为一体 同蒙应许 这个奥秘 已经让所有的基督徒 眼睛张得够大 因为你要预备好 你的教会 你的信仰团体 将会爆炸性的增长 为什么会爆炸性的增长 不是因为 礼拜堂盖得够大间 可以容纳够多的人 也不是计划 做得够周延 能够规范 所有的人策划 所有的活动 这里说 是在圣灵的启示里头 这个奥秘是 外邦人 在基督耶稣里 借着福音 不是借着我们的努力 计划 乃是借着福音 同以得为后世 而且同为一体 同蒙应许 谈到奥秘 我不知道你怎么看 很多人觉得 那不过就是信耶稣嘛 不过就是决定信耶稣 就这样而已啊 有什么好奥秘的 真的那么简单 你问一问那些 超级业务员 卖保险 你知道要谈定一份保单 要花多少的心思吗 谈定一份保单 从见面的时候 所穿的衣服 用的态度啊 然后你地名片的角度啦 那一天你们选择 坐下来喝杯咖啡 阳光洒下来的角度啦 你要知道 这些都会精心地计算过 不期而遇的背后 有许多用心的学问 一个保单的谈成 要这么用心 那你说福音呢 那你说福音 如果也是这样计划而来 那福音不就在 我的计划当中 就能达成了吗 不 福音恰好与此相反 福音是梅德计划 那梅德计划 你又说它很复杂 是它在基督的工作里头 充满了好多好多 复杂的工作程序 谁做的 基督做成的 新的一年 这个奥秘 是使我们放手 迎向上帝所应许的丰盛 不用很辛苦 很费力 拼命打电话 拼命地把团队建造 在我们努力的人情事故里面 而是要努力地 把大家带到基督的里面 在圣灵的工作当中 我们要同享 上帝工作的奥秘 弟兄姐妹 这真是奥秘 我为什么说 这真是奥秘 几个礼拜前 我跟教会的同工们 在开会 刚好教会要处理一个 土地变更的事情 就把一个农地的土地 要变更成宗教 特地事业目的用地 大家就讨论讨论讨论 然后大家想说 这个变动的过程 是不是也做一些 具体建筑的设计 因为设计 因为好像有一些 弟兄姐妹的增加 就当大家在这里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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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印象很深 是圣诞节前两个礼拜 就讨论 讨论 讨论 有人说 我们要不要 盖八层楼的 有人说盖十层楼的 然后我们要不要 开始讨论每一层楼 我们的功能是什么 都过多功能 时间差不多 我必须要去到另外 一个布道会的场地 到那里 为我们的同工的 预备祷告 我就先暂时离开会议 让会议继续 有同工主持继续走 但我离开那个会议的时候 我心中一直思想 我说主啊 教会福音 使徒行传第二章 有做过这样的计划吗 到底教会增长的奥秘 是什么 到底怎么样能够 使人信耶稣 我就想 从地下室 赴堂走楼梯上去 我平常不走那里出去的 我平常都走另外一个 离办公室最近的一条路 那教会那里有两个出入口 我就选择前面的出入口 我说很少从那个出入口出入 我就走上去 走上去之后 走到我们教会的正门口 因为教会是一条船的样子 走到正门口 一面而来一对母女 妈妈牵着机车 女儿拄着拐杖 那这对母女来到我的面前 她们在找人 我没有看过她们 那这个妈妈看到我就说 请问 请问我们要信耶稣去找谁 那我就说找我就对了 你要信耶稣 为什么要信耶稣 我没有看过她 这妈妈说 我没有我是念佛的 不是我要信 是我女儿要信 我说好 问她的女儿 你为什么要信 她说没有 因为我在附近的一间医院 在动了手术 动了手术呢 我就没事做 就在医院里晃好晃 到那个藏书间 就很多的图书室 我就随着手拿了一本圣经 打开来一看 我心中觉得好有平安 我去想信耶稣 妈妈就说了 我带她念很多年的佛 感觉好像没有什么缘分 这个人读了圣经 觉得很想信你们的耶稣 很有缘分 我那天忽然明白 天父要说的话 福音是她的工作 福音始终是她的工作 当我们还在那里计划 思想 神说福音是她的工作 她真是奥秘 你说那这样子 我们就要否定 所有认真负责的计划吗 其实不需要 但是我们大可放心 不论计划怎么做 始终在上帝的手中 上帝的工作很奇妙 隔了又隔了几个礼拜 前几天我在一个宴席里头 遇找了一位弟兄 这个弟兄就很主动 递了一个名片 跟我分享 说牧师 我可不可以去你的教会 我们是基电会的同工 可不可以去你的教会 分享我们的计划等等 你知道基电会的工作 就是怎么样 赠送圣经 到各个医院 监狱等等 那这个同工跟我分享 他说他的意向 我说 我要先跟你分享一个见证 我就把前几周 发生的见证告诉这个弟兄 他弟兄说 感谢主你知道吗 我们有好多的同工 有时候也会问 我们干嘛 花那么多钱 然后把圣经就摆在那里 有谁会看啊 有谁会看啊 弟兄姐妹 好奇妙 上帝就会工作 然后就会有人看 就会有人想要亲近主 这真是奥秘 有时候撒肿 有时候努力地浇灌 但神的话很清楚 保罗做了他的 亚波罗做了他的 只有圣灵叫他成长 这是奥秘 我们一方面在新的一年 我们说主啊 我要为你大发热心 主啊我要好好的给你用 但是当我们为主大发热心 好好给主用的时候 我们不是非常的积极 拼命地开会 策划连结 不只是这样 我们知道 当我们认真地面对 同时也要认真地将这一切 放在主的手中 不是那五饼二鱼 能够喂饱五千人 而是在基督手中的五饼二鱼 能够喂饱几千人 我们是需要将我们 从神领受的恩赐 放在基督的面前 但真的是要放在基督的面前 因为这个恩赐是他给的 既然是他给的 他都知道什么时间 这些恩赐组合起来 应该就会产生上帝预备的工作 这是奥秘 这个奥秘就在新的一年 要向我们成名他的爱 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再看 经文第七节 经文第七节说 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 是照着神的恩赐 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 我本来比众圣途中 最小的还小 然而他赐给我这个恩典 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 传给外邦人 又使众人都明白 这历代以来隐藏在 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 是如何安排的 我要借着教会 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 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 这是照神从万事以前 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所定的旨意 亚帝兄姐妹这真是奥秘 是在教会里头 不是在哪一个特别有恩赐 有恩高的领袖身上 是在教会里 因为基督是教会的头 就是在这一个看起来不是那么完全的教会 就是在这么多 许多生命还需要被修剪的弟兄姐妹 我们所组成的教会 而这就是基督奥秘的工作 行的一年 很多时候 我们跟主 做了一个计划 对祂的祷告是 我们把基督放在我的计划中 跟基督说 我们三月有这个活动 五月有这个活动 六月有这个活动 但在今天我们要思想的 是要把我们放在基督的奥秘里 把我们放在祂的奥秘里 你说竟然是奥秘怎么放 这就是一个奥秘吗 我怎么放 弟兄姐妹 你看见保罗所做的工作吗 以福所书是他在监狱里所写的书信 一个虽然被限制的保罗 他没有说好倒霉 我在监狱里头 这是新的一年 我怎么可能可以脱离呢 亚弟兄姐妹 这些限制都一点不能够 限制了保罗对于奥秘的体会 你要知道保罗在写这些的时候 那个心里头之兴奋 他的外在是一个监狱 他的外在是一个限制 他的外在是许多的不可能 但你知道吗 这不就是奥秘被关在那里的保罗 两千年前所写的 经过了时间的迁移 你我从他手所写圣灵的光照 得着激励 这不正是奥秘 当我们愿意把自己放在基督的奥秘中 新的一年 你会有数算不完的恩典 每一次福音的工作 不要带着还没有预备好的焦虑 钱还没有到位 人还没有到位 这个迟到了 我就不开心 那个不高兴 不用担心 在基督里 如果偶有会议之间 不同的意见 心中难过 一下让它过去 因为在基督的奥秘里 神有美好的时间 有美好的计划 既然最美的事情 最美的祝福 就是认识主耶稣 好不好 我们求上帝 我们一起来祷告 再一次的引导我们 进入到基督的里面 让我们能够在 祂的奥秘当中 看见我的生命 被上帝命定 要做跟福音有关的事 我的生命被上帝预备 周围的环境如何 不能限制 就像当时候保罗在监牢 不能限制 经过两千年 我们依然得祝福 不管你现在的生活如何 条件怎么样 神要用我们 神今天已经说了 要把我们放在 祂的奥秘里头 神的话是清楚的 我们求神 打开我们的眼睛 看见我们与祂 福音的奥秘有份 我们来祷告 我们跟你福音的奥秘有份 这不是我们自己的计划 每一次我们计划它 每一次你就把自己的 放到旁边 你告诉我说 你在那里 你告诉我说 你有你的时间 你告诉我说 你按照我的方式做事 谢谢祝 谢谢祝你帮助我 能够坚定 心思和意念 按照你的方法来做 谢谢耶稣 谢谢祂 主啊 这些都是神 你在我们心里面运行 要成就你的美意 主啊 让我们做任何的规划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福音 主啊 要传递出去 主啊 我们永远相信 神啊 你的福音 是使我们得着力量的 主 你的福音是使人得着救恩 谢谢耶稣基督 主啊 你也帮助你的儿女们 让我们清楚看见 我们在你面前的命定道路 就是把福音传递出去 主 你的大使命在我们里面 我们永远不忘记 让我们去使万民 做主你的门徒 奉父子圣灵的名 给他们施行 这是你的大使命 我们永远牢记在心 你帮助你的儿女们 主啊 在新的一年 立定心智 就是要把自己 从神领受的命定道路 活出来 主啊 真正为主摆上 谢谢耶稣基督 谢谢 弟兄姐妹 你为你的健康 觉得有难处吗 你为你的年龄 觉得有难处吗 你甚至为你的性别 学历 才能 觉得有难处吗 神的话今天说 我本来比众圣途中 最小的还小 然而他还赐我这个恩典 叫我把基督那 差不多的丰富 传给外邦人 弟兄姐妹 这一切都不重要 因为基督已经决定 我们在他的丰盛里 我要请你这个时候 要为你的团队祷告 不论是你的小组 你的团契 你教会的弟兄姐妹 就离你最亲近的几个同工 为他们祷告 让我们之间 所建立的情谊 是能够以祷告为中心的 当时候的使徒们 是拼命祷告 拼命祷告 当圣灵工作的时候 你看见 奥秘的事就发生了 福音的工作 就这样发生了 我们为着新的一年 我们与所有亲密的同工 那个关系是祷告的 那个关系是极深的祷告的 我们为此向神求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 我们谢谢你新的一年 我的小会 我的长时会 我们的团队 要极深的祷告 其实我们并不是在 那么多的计划里面 以以为满足的 就这个都会过去 我们要极深的祷告 我们要极深的相信 是你自己的话 是你的心意满足 主啊 这一切 就会按照时间成就 谢谢耶稣 我们将我们的团队超脱 就把一生的祷告 放在我们里头 使我们所有的 祷告的相遇 我爱我们的阿爸父 我们为是我们的团队 来在你的面前祷告 主啊 你将合一的灵 再一次的充满在我们的里面 主啊 你叫我们看见 我们彼此之间 生命的关系 才是最最重要的 超过一切的计划 超过一切我们的开会 主啊 主啊 祝你帮助我们 把灵魂的负担 看在最重要的 一个位置 所以天父上帝帮助我们 主啊 让我们不是 依靠自己的势力才能 乃是更多更多的来祷告 求主耶稣 祢的圣灵更多的充满我们 主啊 我们相信祢 我们与祢同工 我们与祢一起做梦 主啊 在祢旨意的时候 主啊 就要看见这一切的事被成就 感谢赞美主 亲爱的弟兄姐妹 不论你现在的教会 在乡间 在城市 不论你现在的教会 人多或人少 有多少的资源 你觉得不足 今天你要听清楚神的话 神的话 第九节说 又是众人都明白 这历代以来 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 是如何安排的 我要借着教会 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 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 借着教会 这个教会是基督为主的教会 不是城市 不是乡间 不是任何宗派的教会 是耶稣基督为主的教会 要保护你的教会祷告 就在今年你的教会 要在神奥秘的计划里头 我们一起祷告 一起宣告 主谢谢你 就是在今年 说你自己要工作在教会的里头 说教会不再看自己是如何限制的 教会不再看自己过去是如何丰盛的 不是 就是今天 就是今天 是你今天要做成的工作 谢谢耶稣在今年 你要做教会的主 教会的头 谢谢耶稣 谢谢主 是的 居住我们所求的就是 希望主你的福音能够快快的醒开 是的 居住我们相信主你的福音本事大能 真的要救一切相信你的人 耶稣我们虽然看不见你但我们却是爱你 是的 却应信你 有说不出来蛮有荣耀的大喜乐 是的 耶稣谢谢你 我们宣告主我们在新的一年 主啊我们要不一样 Amen 是的 我们教会也要不一样 谢谢主 我们个人的生命 我们灵修的生活也要不一样 是的 谢谢你主 我们要宣告有一个得胜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掌权 主啊我们是得向你宣告一声最美的祝福 就是认识主耶稣 谢谢主耶稣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就是能认识主耶稣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就是能信靠主耶稣 走在高山山谷 他会伴我同行 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就是能信靠主耶稣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就是能信靠主耶稣 就是能信靠主耶稣 走在高山山谷 他会伴我同行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